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在居住于任何有具体形貌的家中 他早有饮酒习惯 此后花费更多时间盯着酒杯发冷 仰头长瘾让血液注入麻醉剂 一年过去 饮酒精中毒住院 老爸老妈在一旁哀哭 以前的搭档发很痛骂 骂完也是哀气 苦劝他到以前长官开设的真信社工作 他活着不为自己 去上班也没什么不可 醉生梦死 在哪儿都行 他又回到职场 真信社调查员 没警徽 做的也是类似警察的工作 每次接案 递送可靠真信社的名片 他怀疑自己并不可靠 知道自己还是有随时发作的酒瘾 与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他是那种一旦开始工作 就像狗咬住骨头不放的人 给他什么 他都做 都能做得好 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奇怪他内心如此荒拜 活得毫无半点滋味 却擅长解除别人的难题 最初做的都是寻人 妻子失踪的那些时光 他找遍了整个台湾 他没寻回他的妻 到了真信社 却协助了各式各样的人们 寻或离开的人 某些男人寻妻 某些女人寻夫 挤兑心碎的父母 寻子 寻女 某些侍族寻找宠物 他做得得心应手 在业界闯出名号 而后 从寻人的过程 导入一桩他杀案件 此后仿佛又回到警局的工作 他又出没于他杀或自杀命案的现场 收钱办事 他的角色与过去的警察身份不同 遵循不同规则 却朝向同样的方向 他一直在各种找寻与解谜的过程 将他人断裂的人生故事 补坠起来 而他自己的人生 人停留在家破人亡的当时 一个人的消失 一个人的消失与离开 有各种可能与结果 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个不断设法消失与离开的人 每一次启动调查 陈绍刚都会更换一次以上的住所 即使雇主没有支付住宿费用 他也愿意自费租品旅社 饭店 民宿 甚至只是一个破旧的房间 因为他必须在这样的环境里 才能入睡 得在任何与家无关的地方 他才得以安眠 他选择的或许是跟被调查人有关的地点 或者随着调查不断移动住所 除缺收集资料 另也有熟悉环境的用意 离开警局之后 他嫌少对任何地点产生归属感 甚或 所谓的归属感 就是他正在逃避的东西 他失婚失业 家破人亡 他搭公车 捷运 高铁 火车 或骑着645cc重机 寻着失踪人口 离家逃妻 或外遇调查等委托案件 穿行在这个岛屿的大小乡镇 赚取生活必须 他让工作尽可能忙碌 他追寻着那些世上还有人挂记 需要 所求着的 那些迷失或躲在不知何处的男女老少 有人愿意在正规警察系统以外 透过私人委托的方式持续追寻 而他正在寻找失踪者的他 却是个无人需要的人 一个无用 无爱之人 努力搜寻着还有人爱着的人 这是个矛盾 陈绍刚活在这个矛盾里 被调查人J先生 于今年二月失踪 四月社区清洗水塔时 发现J城市塔中 经各方盘查询问 因为遗书具备 且死者无外伤 现场也没有打斗痕迹 警方排除他杀嫌疑 认定为自杀 陈绍刚虽然收集这些警方调查进度 但委托人R教育他的 是彻底找出与J生活工作上 所有相关人士 进行深度访谈 R想要他重建出 J失踪前最后一周的生活关系图表 尤其是J的妻子 月丈 公司合伙人 以及R小姐始终怀疑的年轻情妇 小4S小姐 他必须一一访谈名单上的人 这些可能认识J先生的人士 才能给予他想要的讯息 他打电话约访 几乎不曾被拒绝 人人仿佛都带着歉酒 似乎都想要对命案说点什么 而最后说的总是自己的人生 真相 常溺在话语之外 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相 有些事物隐藏在另一些事物之中 为什么有人愿意对陈绍刚 袒露心事 陈绍刚觉得困惑 也觉得答案再清楚 不过 这些他选中的人 与其说被他选中 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待一个 可以开口说话的机会 明明想要躲得远远的 却又忍不住开口诉说 无论是讨论死者 生前与他们的交往 或自己的身世 这些都是因为死亡引起的效应 无论是食言或谎言 无论说话动机为何 如今他们都需要清土 这些话语埋藏在他们体内 犹如一个会咬泄他们的怪物 唯有一土为快 夜里 当他打开录音档 从电脑喇叭反复播放 这些他曾听过的声音 那些他已经刻画在心里的形象 脸部线条 五官 皮肤色泽 说话音调 口吻 措辞 表情 一再一再 明刻在他记忆里 他飞快挥舞手指 敲打键盘 记录下所听到的一切 就有更多讯息 撑开这些看得见的表象 留意到画面之外 有时他得停下手中动作 聚集心神 让这些说话者停顿 最后一个字句 散落在房间里 留下 一一一的尾音 电脑运转声 滴滴鸣响 仿佛那些未被说出的话语 还散落在足迹里 随着散热气的热风 飘散在房间里 当他人的生命正在消失 或瀕临死亡的边缘 当陈绍刚集中心智于 建构起当事人 所爱 所恨 所依赖 所逃避 所恐惧 所欲望 一切的一切 人事实地物 空旷房间里 各式资料 纸张随着空调 轻轻翻动 那些树拍照片 翻印纸张 表格图记 那些录音档里 打字记下的人生话语 那些他企图于脑中 慢慢建构起的 关于R的生与死 消失与离去 像逐渐升高的塔楼 带送陈绍刚 攀向某个极其危险 又令他感到安全的所在 像一个漩涡 如一朵随风飘送的云 像一只于沙漠里 止足的骆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